曾经因爱心布丁故事而走红的高雄布丁三姐弟 如今再度成为社会话题 但这次却因负面新闻引发关注 三姐弟当年失去母亲 父亲不在身边 有年卖的阿妈抚养 为了维持佳绩 他们制作布丁并在网上贩售 收益用于支付生活费和学费 这段励志故事一度感动了不少人 然而 随着2016年开始的风波 三姐弟不仅因布丁延迟交货 对顾客态度不佳遭受批评 还被揭发生活无语 校园霸凌 鸡蛋布丁内根本没鸡蛋 以及未办理营业登记等争议 导致于论转向 布丁事业也逐渐淡出公众视线 近期 最小的弟弟被揭发陷入吸毒 金钱纠纷 更疑似加入诈骗集团当车手 三立新闻网报导 法院文件显示 这名弟弟在高平地区参与诈骗 与同伙分工合作 四处提领被害人的血汗前 许多无辜民众因此受害 案件在高雄 平东法院都在审理中 高雄布丁三姐弟的租屋处 过去城市他们进爱心布丁的据点 现已人去楼空 据一T Today新闻云报导 三姐弟于10月底搬离 屋主坦言对此相当高兴 并直言这一家人长期霸占租屋 让他感到头痛不已 屋主透露 三姐弟在成长过程中因母亲找事 父亲缺席 家庭背景复杂 加上隔代教养 导致他们行为偏差 即便是亲戚 屋主也忍不住批评 直指这家人是麻烦邻居 父亲也不负责任 随住三姐弟的债务纠纷越滚越大 时常有陌生人在附近徘徊 甚至有黑色轿车停在楼下 让邻居感到不安 三姐弟也因此不敢回家 当三姐弟于10月主动提出退租时 屋主不惊松的口气 直说就没有管他们 已经走了就好了 他还提到 当初三姐弟一家爱心布丁就是骗人 其实内情大家心知肚明 只是不说破 如今外张贴公告 表明他们已于10月20日搬走 提醒他人物擅自闯入 否则将报警 即便三姐弟已经搬离 但屋内及信强中人 也有法院的通知处和撕毁的本票 邻居们也反映 已经很久没见过三姐弟的中营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W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